10月14日,纽约加士德拍卖行表示,一本收录了莎士比亚戏剧的1623年出版的罕见书籍,在拍卖会上以997万美元的价格首次售出。 美国私人收藏家斯特凡·洛温泰尔买下了第一本装有36部莎士比亚戏剧的对开本,这是目前已知的仅有的6部完整版本之一。 加士德拍卖行表示,周三的拍卖价格也刷新了印刷文学作品的世界拍卖记录,并且打破了2001年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创下的616万美元的记录。 喜剧、历史和悲剧是这位英国剧作家的朋友在他去世7年之后编撰的,其中包括18部以前从未出版过的可能已经失传的戏剧,包括麦可白和凯瑟大帝。 第一本对开本标志着莎士比亚的戏剧第一次被组织为喜剧、悲剧和历史。 加士德拍卖行的图书专家表示,这本书的巨大篇幅以前只用于法律书籍和神学作品,帮助提高了莎士比亚在未来几年的地位。 如果没有第一对开本,莎士比亚的一些最著名的台词可能已经丢失,包括《游历乌斯·凯撒》中的朋友们、罗马人、同胞们,请借给我你的耳朵。 以及第十二页中的《如果音乐是爱情的时良,请演奏下去》等经典。 周三的拍卖是近20年来对第一本对开本的完整副本首次被拍卖。